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手里还有两批军火 我可以送给你们一批 我靳雨萱 知恩图报 最主要不想欠你的 你拿了军火 咱们两千 看来 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那 我就先谢谢你了 你回公安局以后 我回答电话把军火坐标告诉你 跟着 快 快 大哥 那边来了好多警察 腾强 闹了半天你还不是自己来的呀 我高看见了 人不是我叫来的 不是你叫来的 你可以呀你 满嘴的仁义道德 拿我女儿当黄子 背后给我使一招 我说过 人不是我叫来的 你是局长 你不下命令 他们敢出兵 你骗谁 我告诉你腾强 我今天看在我女儿面上 我可以放过你 但是你手下的这心兵 我今天绝放不了他们 够家了 关了 躺一躺 靳萱 我想你不会当着你女儿的面 杀死那么多警察吧 好会有期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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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站快点 都跟上 跟上 快 驾 驾 驾 你没事吧 军萱人呢 靳萱 谁让你们来的 不是 主要是我们觉得 您应该在这儿 实在是太危险 我们担心您的安全 我担心的不是我的安全 而是你们的安全 神经历 这 carn大的 灵 mars 波子 摸 Prophet 在 ort 爱 tenir 就帮我 此时宋弘陵 杨景修都相信 城墙跟金与轩见过面了 金陵已经交到了金与轩手里 而城墙已经拿到了军火坐标 两个人都在思考着 下面应该怎么办 局长 我再次见头 你把嘴给我闭上 之前怎么跟你们讲的 为什么就是不听 我说不听 你把你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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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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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来 你们都坐下 来 老赵 我愿意在全局大会上做深刻的检讨 是这样 我问你啊 哈尔滨市有多少万人 之前做过统计 一共有七十万人 准确吗 加上南来北往的 咱们也得七十五万 局长 现在那姓金的带着孩子不好藏身 咱顺势给他挖出来吧 你现在肯定找不到他 弄不好 他着急把军火卖给国民党 我们就更麻烦了 那局长您是不是想把哈尔滨 每个人的身份都摸清楚了呢 哈尔滨有七十多万人哪 你就是挨家挨户的查 您也得查个三五年吧 来得及吗 这个事呢 由真机队去办的 第一太显眼 第二呢 我觉得他们人手也不够 其实除了抓金雨萱呢 我们本应该对哈尔滨的市民 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全城这么多人怎么查呀 怎么也得想个办法 我当然以前在书上看过 苏联曾经搞过全国的户籍制度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登记 其实不仅是苏联 咱们自古以来就有 只不过这几十年呢 战乱频繁 所以户籍制度呢 就得荒废了 我明白了 您是想挨家挨户的登记赛策 这个好 这不光是金雨萱 就连那些国民党的特务 也能顺腾摸瓜 招呼局长 顺啥腾摸啥瓜呀 这要真查着她得猴年马月了 这真查着了 人家也跑了 金雨萱没拿到钱 她是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咱们从各部门抽调人手 咱们成立一个户籍科 这户籍科主要的任务呢 有那么几点 第一点 就向哈尔滨的市民宣传 登记户籍是他们的主要的义务 第二点呢 我认为户籍科 还应该详细地调查 每一个家庭的人数 性别 以及他们从哪里来 户籍登记呢 是为了政府掌握情况 将来好安排社会生产啊 社会救济啊什么的 对你有好处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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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家有几号人啊 六号 行吧 您的初春年月告诉我一下 户籍制度 就这样率先在哈尔滨建立起来了 此后成为全国各解放区的统一制度 几经变化 一直保留到今天 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 户籍制度在客观上 都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保障和便利 张响啊 这次户籍调查 是做了一件大事啊 是啊 有了这个 我们对哈尔滨的管理 就会更加有成效 怎么 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啊 没有 不过这次户籍调查 一点线索都没有 你是 说金宇轩吧 是啊 好像那些特务 一个都没露头 隐藏够深的 藏着再深 要出来喘口气 你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可是我啊 一想到前线牺牲的战士 着急 我看你啊 是从二龙山回来以后 肯定也没好好休息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书记 我没事 好着呢 共军很有可能 已经拿到了军火的坐标 我们的机会不多了 但是 只要有一线机会 我们就不能放弃 共军一定会尽快起运军火 要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 尽快找到共军保存军火的地点 或者起运军火的计划 目标和路线 不能放掉任何蛛丝马迹 不认识 到了最后关头 宁可跟他们血拼 也不能让他们得逞 哪怕拼光整个滨江左 各位放心 真到了最后关头 我宋洪灵 一定第一个杀身成人 三个人一死 在公安局 巡逻警察 以及城墙活动的范围地点盯烧 如果真的发现情况 可以不用汇报 采取一戒 阻止他们的行动 具体分工 有张力仁指盘 报我备案 是 分头开始行动吧 不认识 宋长官 共党人多 恐怕 我们所有人都集合了 这 这结果也会和上次一样 放心 我会电报南京 紧求支援 你先做好丁少的工作吧 是 你刚才跟他们说的 都是真的吗 君忠无戏 绝密 总部 由于 谭局长亲生 行动进展不力 共党哈尔滨公安局 很有可能已获得一批 百元军火坐镖 恐已起货军火 为完成原目标 请特派相当兵力 支武装部队 迅击穿插至冰城增援 以图强行夺取 有什么事啊 这次可能真的要动手了 这次可能真的要动手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在工作上 一直都有准备 我说的是面对逞强 你说 事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很快就会徒凶必先 我是怕 我是怕你不愿意跟他死破脸 我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连他自己都知道 这个回答过于含糊 但事实就是 他真的不知道 等到需要跟城墙摊牌的时候 自己该怎么办 他想 只有离开哈尔滨 他才能获得解脱 我 大餐 太太凶了 大餐 这个太太凶 这凶吗 好 我不是关注的 大爷 爸爸 想问问您家几个人 我们家 我们家六个人 外灯记一下 我们都是问敌人吗 对对对 外灯人 都 准备 到离户去 爸爸跟你说 待会外灯有什么动静 你都不能出事 听见了吗 去吧 怎么回事 共产党开始排查了 共产党开始排查了 谁 我 黄东啊 靳先生 什么事 红爷 楼下的公安局 来查户口 你看我怎么回他们 靳先生 你就说 楼上住的都是你的亲戚 这恐怕不行 他们都查到祖上三代了 说亲戚恐怕我们过去 这儿 这儿是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兄弟脾气比较棒 靳先生 帮个忙 我相信 您能把话说好 好 那我下去试试 这几句瞎话 兴许能蒙过去 对了 你们呀 赶快再找个地方吧 我这真忙不了多长时间 好 来 我答应你 哥 就这种人笑笑我就听话 好 拿钱弄板子的事 非得五枪弄棒 万一被下面发现了怎么办 对对对对 反正这个事跟他也有关系 赵伯 安全了 要不我们就住这儿吧 不安全 一个能为钱撒谎的人靠不住 我们必须马上办 好 那就这样 我出去转转 看看有没有租房子的 现在共产党闹这么凶 不会有人把房子 租给陌生人的 陈强真是非逼着我露面不可爱 陈强真是非逼着我露面不可爱 我有个大姑 她有个院 我这个大姑脑挂了一天迷迷无辜的 她对我们做这些根本就不懂 要不我们去她那儿住 行 那我下午去联系 来不及了 东西还没人撤了 我马上办 好 去收拾 好 这几天 他们都在忙着查人口 刚才另外几组汇报上来也是这样 好像没有运输军火的打算 这不可能啊 他们前线那么紧张 怎么还有闲心思做这种事呢 是有些奇怪 是有些奇怪 你好 宋小姐 金一雪 我们可以继续交易了 金先生 你可真会开玩笑 你都已经跟共产党完成交易了 还想找我们 你就是想一家货卖两家人吗 我是跟程局长见过面 他只是把我的女儿还给了 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交易 我记得 你跟共产党 也没那么深的交情吧 宋小姐 你这 可就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真的没有交易 货还在我这儿 你们想要吗 我相信你 怎么交易 我给你有五天的时间 准备好三百六十根经商 五天之后 我会通知你们 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欧阳 你怎么那么单纯哪 这明摆着是在骗你 我相信他说的话 城墙 是会做出这种事 这么重要的人质 就这么给人送回去了 除非他是个傻子 你不了解他 他有时候 就是个傻子 我绝不相信 别讨论这个了 我有把握 城墙没有拿孩子换情报 情报 还在静雨萱那儿 我们该想的 是下一步要怎么做 好 好 他们我谁都不信 我就相信你 你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一定是件好事 总比我们 明刀明枪地去抢军火好 不过 这三百六十根金条 是个麻烦事 小草 我信 我信 我信也比提醒 吊弹枪 好好好 叔 在这儿 您好歹是个山代王 这方圆几十里 都得给您个面子 您何苦非得回去 当个农民呢 在这儿您是这个 回去 这个 山代王 当面叫我赵老大 背后都叫我赵溜子 面子不要也罢 来喽 我看 你也跟叔回去算了 叔给你说门亲事 早点生个娃 安安生生地过一辈子 多好啊 好什么好 当初我拼了命地跑出来 就不可能再回去过那苦日子了 行行行 你爱在哪儿在哪儿 空了记得回来看看叔 叔给你烧包饼吃 叔 叔 叔 你真要走啊 那还干啥呀 你真要走了 我去哪儿啊 我被公安局教育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放出来了 我真无处可去了 别说叔带你太薄啊 就是寨子 就送给你了 就送给你了 师傅 师傅 你这儿干什么呢 你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些 能换多少金条 把你七大姑八大姨的 给你准备的嫁妆 都拿出来了 这不值钱 你不如啊 弄个十车大米 五车白糖的 那值钱 大小姐 找您的电话 不会是静雨萱 又提前交易吧 去看看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红林啊 都这么晚了 还要去哪儿啊 爸 秦校长病得很严重 住在咱们医院了 我得去看一下 那 就不能明天白天再去吗 我送你去吧 你在家陪陪爸爸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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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我不用陪 大老晚的不安全 静秀 你陪着去 去 宋医生 梁先生 秦校长的病情怎么样 基本上已经确诊是 干部的病别 可能 时日不多了 我明白了 我进去看看他 陈巨档已经在里面了 那我就不进去了 好 红林 校长 红林来看你了 校长 我刚刚才知道 您住院了 有心了 校长 别激动 有话慢慢说 红林 我先出去 别让他激动 杨先生 程局长 您也来了 我在哈尔比 教书五十多年了 从满清私塾到民国中学 世事分明 沧海商天 日本人 苏俄人 国民党 国民党 共产党 来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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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受苦的 都是百姓啊 校长 我的时日 无多了 今天 你来了 我 我有句话 要对你说 你说 你们宋家 在哈尔比 是指足轻重 你们的作为 能影响世道人心 你 你父亲是个正人君子 但他的格局 也就是个商人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宋家会交给你 你的格局 比他大 才 才行啊 不管时局 如何变化 不管将来 谁来当政 记住 我 只要为 百姓好的事 就要去做 无语善小 而不为 无语 恶小 而为之 宏林啊 我上次见你 就能感觉到 你心里 有许多纠缠 我不知道 那是什么 我只知道 你有些事情 看不清楚 看清楚了 想不明白 没关系啊 你是个好孩子 你会想明白的 记住我的一句话 往前走 别害怕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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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要不要 早点歇息啊 再等等 你先歇着吧 喂 喂 我是宋博洋 宋先生 您好 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有空了 我想跟您见一下 你谁呀 我是谁 并不重要 胡闹 我为什么要和你见面 因为我知道你女婿 杨景修的真实身份 以后这种无聊的电话 大勺大 敲诈勒瑟 我见得多了 宋先生您要是不肯见我 那 那我就只好去找公安局了 一个小时后 卡丘舍咖啡馆 戴上两根金条 老爷 你还出门啊 有个老朋友病重 我得去看看 我安排车吧 不用了 我已经叫好车了 走 怎么不进去了 我怕里面人太多 影响秦校长休息 程局长能在百忙之中 还来瞅看一个落魄的老人 真是可惊可配啊 秦先生呢 在哈尔滨得高望重 这些都是应该的 原来你们共产党也讲这种 伦理刚常吗 你们共产党 听这话 好像杨先生是国民哪 跟你开去玩笑 你呀 不是很了解我们共产党 也怪我们 平时对自己的宣传也不够 对了 我听说啊 这个公安局最近在搞什么 户局调查 是啊 消息很灵通啊 我就是好奇 我在想公安局的职责 应该是维持社会治安 怎么这么忙 还能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杨先生 这些啊 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要想长久地治国 安邦立业 这大事小事 公安局都得管 老话说得好啊 众人食柴火焰高 看来程先生 对贵党长期占据哈尔滨 有足够的信心哪 是啊 老人家病情怎么样了 老人家病情怎么样了 没有别的办法吧 那 你们先回吧 我再陪给他 来 小姐 你要跟我说什么 宋先生 我是个买卖人 这借不着钱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小姐要的价钱 我宋某是出得起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咱们没必要在这儿继续聊下去 宋先生 宋先生 您误会了 您是哈尔滨的大名人 商界的风云人物 这一跺脚啊 哈尔滨城都得阵一阵 我怎么敢不相信您哪 请坐 宋先生 您女婿 杨景修先生 是国民党特务 他上二龙山那天 我也在场 二龙山 宋先生 我这事 可是先说给您听了 您可千万别 我 我跟谁都没说 我 我就是个弱女子 您 您不会耍我吧 您可别 都给我的 都给我的 宋先生 您可真大方 小弟 双倍的价钱 我宋某给的痛快 我也希望你能够 我明白 这事我谁都不会说的 我 我要是说了 就添点雷劈 不能好死 宋先生 小姐 你刚才说了你是买卖人 买卖人最讲究成性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是 宋先生 慢走啊 以后有机会 要多合作啊 秦子谷校长对宋洪凌说的话 是他心底一直不能平静 那是远方隐隐约约的一团光亮 他看不清 也没有足够的力气走向他 这种感觉 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杨景修解释 或许 就算解释了 杨景修也不会理解 好 谢谢 爸 你还没休息啊 回来了 秦校长怎么样 不怎么好 是 红林啊 跟我到书房来一下 好 是 红林啊 赶紧收拾东西 明天早晨八点钟的火车 离开海尔滨 爸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完成任务我马上就走 不能等任务完成了 赶紧走 为什么 有人知道 我爸进修的真实身份了 谁 就没必要再问是谁啊 公林啊 我知道你们军统的处置手段 我不想把事情再闹大 爸 您既然知道我们军统的手段 那肯定也知道 无故放弃任务是会受到处置的 您再给我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完成任务我一定走 好 就三天